好,我們來看看一個等差級數的練習題 題目告訴我們說 等差級數的第一項是43 再來是39,再來是35,然後呢 一直往下 我們可以知道從第一項到第二項 43變成39的過程是 公差會是多少呢? 43-39的結果是4 一個等差數列等差級數越來越小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其實它的公差叫做負的 公差d等於-4 好,那題目問我們什麼呢? 它需要問我們的是 請問從第幾項開始為負數 也就是說第一題我們應該這樣子思考 an何時開始是負的呢? 好,因為它不斷的-4-4-4 到最後一定會往負的 負數方面去走嘛 所以an等於 a1加上瓜乎 n-1乘上d的結果 我們可以來想想看 這個列式最後告訴我們 它要開始小於0 就是會進入負數的範圍 好,所以a1是43 加上瓜乎 n是不知道 因為我們不知道 第幾項開始會負數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 它的公差是-4的 好,小於0 所以透過這樣子的列式 我們把它算算看 43加上 -4乘上 n就會是-4n 好,然後呢 -4乘以-1就會變成加4 小於0 好,所以43加4的結果是47 減掉4n會小於0 在不等式的單元中 我們已經做過這樣子的運算了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我們可以把-4n 移到不等式的右邊 所以我們可以變成 結果會變成47 符號不動 小於4n 好,如果是這樣子的 念法是 從左邊念到右邊 我們再複習一下 就是47小於4n 那如果從右邊念到左邊呢 我們可以把式子重新改寫一下 就變成4n大於47 好,4n大於47的結果 我們可以知道說 其實n要大於四分之四十七的 n大於四分之四十七 也就是n大於十幾呢 好,我們把47除以四 好,結果算出來是 11點多 好,因為它有餘數 11點多 所以n大於11點多的情況下 n最小要是12 我們可以來檢驗看看 如果n等於12的話 會不會是負數的呢? 所以我們把這邊帶進去 A1是四十三 加上12-1就會變成11乘上-4 所以 11乘上-4就是-44 -44加上43就會是-1 所以我們可以確定的是 第12項 A12 A12會等於-1 會是負的 好,所以 這樣子的計算方式可以知道 A11開始是負的 那A12開始是負的 不好意思 A12是負的 那A11是不是真的呢? 我們也可以檢驗一下 如果是A11的話 43加上11-1是10 乘上-4 是-4 10 好,第11項算出來 結果其實是3的 所以我們可以確認的是 第一個 第12項開始為負數 好,那第二題呢 第二題它問我們說 前n項的核最大 好,這個題目我們必須思考一下是 前n項的核要最大 代表什麼意義 好,這一個等差數列 它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 接下去 例如說我們剛剛已經算到了 第12項是負的 好,我們把它重寫一下 43 39 35 好,一直到 3 再來是 負1 好,再來是負5 好,這個等差數列 好,這個等差數列 前面 前面11項都是正的 從第12項開始會負 為負數 好,一直越負越多 越負越多的情況下 它的核其實會是越來越小的 所以 這一題其實題目為我們說 從m項開始 前m項的核要最大 代表說是要從第一項 一直加到 一直加到 正數的最後一項 也就是這裡我們剛剛算出來的 這其實是第11項的 好,所以我們要算的這一題題目其實是為我們說 前m項的核最大 這個m其實就是11項 因為到第12項開始是負的 它原本的核就會越來越小了 我們可以試著算算看 sn等於2分之n是11項 乘以瓜虎2a1是3乘以2 加上11-1是10乘以它的第一是-4 好,第一是-4 好,透過這樣子的列式我們來算算看 如果是加到第11項它的核是多少呢 就是2分之11乘以瓜虎裡面是43乘以2是86 減掉40 86減掉40是46 所以等於2分之11乘上46 也就是11乘上23 結果就是23乘以11 是多少呢 就是253 好,我們算出來是253是第一項加到第11項的結果 那如果再加到第12項就是253再加-1就會變小了 就是252 所以前m項的核最大這個m就會是11 好,以上是這一題的討論 然後再加-1 再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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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1